星島總編輯 梁健鋒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現場電話發表意見 650-808-8000 好 回到星期四早上是我們總編輯時間的 每個星期四早上請到我們星獨佈美西版社長和總編輯 梁健鋒先生 梁中早晨 主持早晨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各位正在看我們在YouTube和Facebook直播的朋友 多謝大家 我們繼續有網上很多聽眾 以及我們的觀眾都已經在流言 梁中有機會跟大家回應一下 在這個時間想問梁中 我知道在10月19日有一個特別的講座 梁中請來了我們資深的時事評論員 韓先生和資深的媒體人 汪倫大哥做了一個講座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講 是 因為香港的事情 現在仍然是越演越烈 很多人都很關注 希望能夠從多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安排了 何仁先生和汪倫先生 兩位和我三個人 就會在10月19日 10月19日 都很近 因為事情都發展得很急速 我們就定了是19日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 同樣時間是3點到5點 我們就會在Daly City的 明遠酒家裡有一個下午茶座 明遠酒家就是剛剛新店開張 就在West Lake 上面我都能夠到的 我們就是19日 下午就3點到5點 香港有一個的查座 講座 亦都是和何仁先生 汪倫大哥 和他們的視覺 和我一起去講一下現在香港的情況 和我們嘗試去分析 亦都去猜測 預估一下 不就是預估一下 究竟這個事態會怎樣去發展 如果大家想參加 就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 來我們電台那裡 開始登記報名 因為座位有限 所以希望大家早點報名 稍後可以打開我們的報名2650 808 4.8 808 888 我們今星期的主題 其實這幾天都燃燒得很嚴重 就是香港人中槍 我們今天的主題 實質上真的中了槍 有一位18歲的中午學生 被一位警員槍傷 但是在那個情況是極度混亂的 梁總是否有一段影片已經準備好 讓大家可以在我們的網絡視頻 可以看到這段影片 這樣講一下 稍後我會播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是比較完整的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我們有一句說話 就是有圖就有真相 但是在現在這個年代 現在這個訊息很快 而且我們剪接技術 又很快的年代 真的是不是你看到一張圖 或者看到一段影片 就是全部真相 一個很大的疑問在那裡 所以我今天就在網上找了一段影片 就是比較能夠在之前的情況 看得比較清楚 就是前因後果 比較完整一些 今天我們主題就說 香港人中槍 中了槍 中了槍 我們剛才都說 一個中五的學生 十八歲的學生 在暴動期間中 中槍 襲擊警察的時候 被警察開槍 中槍 中槍 其實不是單止他一個人中槍 我覺得在香港可以這樣說 全香港裡面 我們現在營養香港生活的人 包括我們這些 在香港出生長大 現在移居了海外的很多朋友 我們對香港仍然有那種感情 有那種的根 那種的情感在那裡的時候 都覺得現在看到香港的情況 我們都受傷 我們都一樣中槍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們想深入去說一說 但是在說所有事情之前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掌握事實 如果你不掌握事實 只是用政治立場先行的話 這樣的討論 或者這樣的論述 是沒有意義不止 而且是很破壞性的 因為在說任何事情 你都要依據那個事實 同一個事實 你可以有不同的觀點 但是你不能去歪曲我的事實 所以究竟這個事件 是一個中學生 在示威裡面被警察開槍射中 還是一個暴徒去襲警的時候 被警察自衛打傷呢 有兩個不同的說法 已經在這裡 很想同事開始準備 去播放這條影片 給大家看看 這條影片 就會從那個過程 當日發生的 在荃灣道 是有一群的暴徒 我們叫暴徒 而且是穿戴有裝備的 即是面罩 有頭盔 有盾牌 我看見都市拿到士巴拿 真的拿鎚子 手持武器 鐵通 我們叫鐵通 即是鐵棍 水喉通 電批 鐵通 有些鎚子 有重型大型的士巴拿 即是猴鉗 有各種武器 握著盾牌 整副暴動的裝備 我們如果看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其實不單止 一個地方有很多來源 甚至一些外國媒體 都用這條影片 來解說這件事 我們會看到 我先講說 會看到 大概是十多個 這些全副裝備 手持武器的暴徒 在街上 慢慢走 就像搜尋目標 他們搜尋到一個目標 然後衝上去 那片鏡頭一斤斤 就看到 有一名警員 原來是 我們叫下單 只有一個 拿著長盾牌的警員 他們一擁而上 就是襲擊那個警員 警員走了幾步 就被他們推掉了 他們就圍偶這個警員 圍偶 包括中槍的學生 都有 參與其中 現在片段已經出來了 大家在youtube的頻道 已經看到 也好像剛剛所說 有很多 有裝備的年輕人 準備在這裡 開始衝擊 情況也挺嚴重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的是 他們在這裡 伏擊 一個警員 一個防暴警員 他們在這裡 伏擊的過程中 已經是 捏到他們的獵物 在圍偶 這個島地的警員的時候 另一些防暴警員 包括就是 開槍的警員 就賣到來了 已經拔了槍 想去幫 保護警員 看到就按下了 現在片段上看到很多 黑衣人 全部都按下了警察 然後就開始用 他們手上的 物件 遮掩 武器 去敲打 以及攻擊 襲擊 過程裡面 另外有幾位警員 衝過來 想救他 救他的時候 就拔了槍出來 而這位學生 當時沒有人知道 他是不是學生 因為他戴了面罩 戴了裝備 然後他就 回到後來 還有人扔這個汽油彈 是的 有汽油彈 大家這條片可以上網再看 現在看了一次 過程就是 當他們襲擊一個島地的警員 可以這麼說 埋伏襲擊他的時候 令一些警員過來救他 警員開始的時候 嘗試用腳 吃他們 但是沒有效 這個過程 殺賴之間 其實是幾秒鐘的時間 這位中槍的同學 當時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同學 其實戴了所有面罩 遮掩 身分很難過 他在襲擊島地警員的時候 他就轉身 去對著這個 拿著槍的警察 可以這麼說 你用那個字 很勇猛 然後轉身 就走過去 用他手上的鐵通 想把那個警察的槍打下來 明顯就是 他打他的手 想把我的槍打下來 所以在那刻 裡面 本來襲擊另一個警察的暴徒 就是這個中槍學生 他是轉身 主動去挑戰這個拿著槍的警察 而且嘗試用他手上的武器 把他的槍打下來 所以打他的手 如果你看其他片段 那個警察是被他打中的 手是震了 然後打中他的手 警察就打了我的槍 事情就是這樣 所以當很多人 今天還要出來 去支持所謂的學生 然後將他不提暴徒兩個字 亦都不提他襲警 只是說警察 又說用行刑式 什麼式 用實彈來射殺學生 搞一大輪 我覺得 這個是 你故意的 蓄意的 去不說這個事實 我們在美國生活 大家都知道 如果遇到有這樣的情況 把剛才那個情況 放在美國那裡 我相信 中槍的 不會只是一個人 而中槍的 亦都不會只是一槍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用這樣的武器 你是全副裝備 你試試拿著 一支鐵棍 衝向一個警察的時候 你不會只中一槍 所以今天還很荒謬 事後有些記者 還去質問這個警察 在記者會上 他說 為何那時候 你不打手 不打腳 那我就要問一句 當這些暴徒 出去襲擊警察的時候 有沒有提出警告 他在那裡質疑警察 說沒有警告才開槍 有沒有警察我只是掃腳 暴徒襲擊警察的時候 有沒有任何指引規限在那裡 今天警察作為執法者 要止暴制亂的時候 我們可以到院後來 對警察面對這些暴徒 我們就質疑他 質疑他 說真的 這個記者問 為何不捨手腳 這是很幼稚 很無知的文化 警察使用槍下的時候 只是有一個目的 就是制止這個人不能再動 他不能再動 因為這個人肯定警察的判斷 當時那一刻 就說他會傷及到其他人 傷及到警察自己 或者傷害他自己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警察才開槍 而開槍的目的 是要這個人在做的動作 馬上停止的 你會怎樣 你開槍是要有效的 所以一定是射最大的目標 一定是射身 沒有警察會受訓 而是會專門打手 打手你可以說 打手掌 或是打前臂 或是打上臂 你是不是又可以 要求警察打中大腿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打他的腳趾尾 荒謬 無知幼稚 說回事實是這樣的時候 大家看了裡面 我想不要去爭拗 說警察是否暴力 我們暴力的 應該說這些暴徒 為什麼要去選擇 是他們主動選擇 帶著攻擊性武器 帶著裝備 去伏擊這些警察 他們是上街挑釁 自己找警察來攻擊的 當他們要主動去攻擊警察的時候 而被警察制止 當然警察要用武力 難道靠嘴說 你們不要來了 不要來了 沒有可能 當你要武力去襲擊警察的時候 警察只能夠用武力來回應你們 當警察用武力回應的時候 你就會說警察濫用 濫用暴力 不要再說這些荒謬的事情 絕對是荒謬 說這些事情的人 有兩種人 一種是無知受騙的 一種是故意在上面火上加油的人 有這段時間 我們稍微去廣告 之後回來繼續和梁總 探討這次香港中槍的事件 星島總編輯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現場電話發表意見 650-808-8000 回到第二次的總編輯時間 其實很多網友都在網上發了自己的留言 沙漏時間都會和你們作出一些回應 但也想問回梁總 今次真的是香港人中槍 我們上幾期的節目都說過 可能情況會越演越烈 特別是上星期那個 10月1日會不會有事情 今次的中槍事件也發生於10月1日 今年的中國國慶 對於香港來說是非常不平靜 非常傷感的一年 兩個極端 中國國內慶祝70周年 大家都普世歡騰 去玩的玩 看閱兵的閱兵 但香港發生了流血中槍的事件 天一個地一個 兩個極端 梁總你怎麼看今次的事件 我們看到什麼 主要當這個開槍事件之後 我想第一個讓我 或者讓很多朋友都會有震驚的 原來這是一個中五的學生 還是一個在校的學生 而且是在讀中學五年級 我們很自然就會回想一下 我們自己在讀中五的時候 在什麼狀態 當然學制不一樣 現在是他們到了中六的時候 才去考文憑市 我們以前就考中學會考 就是中五 是相差一年 但我們當年為了準備 要考這個會考 希望爭取能夠有升讀育科 然後去讀大學的機會 我們基本上是中四中五這兩年 就是最後會考前的兩年 原來全部在這個考試 避戰 不是上街去打警察 而是真的避戰 考這個會考 都是在這個狀態下 應該是很繁忙的行業 也很珍惜自己的中學階段 將要結束 但在這個時刻 中五的學生 十八歲 有些人說 年齡可能大了些 因素 可能入學遲 我自己 中學畢業時 應該是十六歲 一般人可能十六十七中間 不知道 他可能入學比較遲 但也是一個學生 雖然剛才十八歲成年 為何會在假期那一天 國慶假期 會選擇 不是去跟家人過節 或是跟朋友出去吃東西 喝東西 聊天 或者上網打遊戲 而是會穿著暴動裝束 帶著鐵通武器 帶著盾牌 頭盔面罩 上街去攻擊警察 不要再說警察攻擊他 是跟著一群人 主動搜尋這些警察的目標 搜尋到之後 圍偶這個警察 然後去做這些暴行 我們會問他 為什麼學生會這樣做 他還是一個中學生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做過中學生 中學生本來的生活 很單純很簡單 是什麼令到他 會變得這麼暴淚 他是拿起武器 去襲擊他不相識的 而且是一個執法的警察 一方面你會看到他很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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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他還要回轉身來 襲擊那個已經拿著槍 站在他面前的警察 還嘗試用他自己手上的鐵棍 他打下警察的手槍 目的就是這樣 打他的手 我相信目的就是 要把他的槍打下來 很勇 很狠 很暴淚 但是同時間 我亦都覺得他是很愚蠢 他有本來可以很平靜的生活 他選擇要上去暴動 現在當見到警察拿著槍在面前的時候 他不選擇後退 他選擇向前繼續襲擊 而且以為自己的一棍 用鐵棍打下去 就可以把這個警察制服 或者把他的槍打下來 這個想法幼稚愚蠢 所以我們今天面對 有一群這樣的年輕人 他可以很狠 很暴淚 但是你看到他對事情的判斷 又很幼稚 我經常都說 這是一個致命的組合 既然這是一個學生 我們很自然就會問到 究竟學校是哪一間學校 他平時上課的時候 是怎樣上課的 他的老師在學校教他什麼 他的校長是怎樣主持這間學校的 為什麼一個學校會出現 有這麼暴淚的學生 上課去襲擊警察 事後呢 我們看到有些視頻 學校又被一班學生 包括所謂的舊生 我聽到的 這些校友 質問這些 的校長 副校長 叫他們出來表態 譴責警察 現在我看不到他表態什麼立場 好像是模糊糊糊 沒有表示什麼立場 但是呢 對同學又表示 為民 當然也有人要求 應該要嚴懲這個學生 所以學校是 在現在出事之後 是閃縮的 不敢去表態 現在香港的氛圍也是這樣 例如說 一些年長的 甚至公權的機構等等 全部都沒有怎麼表態 對於這些事情 都不敢表態 整個社會氛圍都 成一面倒的情況出現 有沒有這樣想 看到現在整個 我覺得現在香港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 我們沒有了是非 不敢去看在真正 我們只是認的是 看著他認的是政治口號 大家看的是政治立場 人我要分為黃的 分為藍的 分為紅的 我們叫的是一些口號 而這些口號 本身的政治口號 是沒有內涵的口號 例如說香港人加油 這是什麼意思呢 在球場上 如果香港隊代表香港隊比賽 我們可以說香港隊加油 香港人加油 我們可以說好好生活 好好賺錢 好好去旅遊 甚至清潔香港街道 去撿垃圾 所以這個話本身是空洞 你可以有一萬個解釋 在那裡 在那裡喊喊叫的時候 是代表什麼呢 當一句說話 你喊出來 可以一萬個解釋的話 你這句說話是廢話 是的 如果你再喊說 光復香港時代的革命 那是什麼呢 是一個什麼的論述 今天只能夠有一句口號 很簡單的在喊 好像彷彿我 在參加一場運動 但你再說幾句給我聽 裡面是什麼呢 我參加喊這些口號的學生 你能不能說出來呢 回來就是 今天看到有學生倒地 但是上兩星期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九月以後我們看到中學生 站在校門那裡 拉著人鏈 戴著口罩面具 然後就在喊這些我所說的 空洞無物洗腦式的政治口號 當我們去嫌棄中國 以前曾經新中國經歷過的 政治動盪的時期 我們經常說 中國大陸只懂得用政治口號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所以當這些學校 容許這些學生 站在校門外 叫喊這些口號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這些學生 周末就會出去暴動 就會去做這些暴行呢 那你學校的責任 是什麼呢 究竟我們今天香港的學校 還是一個純粹去培養學生的基礎知識 培養他們做人的品德 培養他們將來成長的一種基礎技能的學校 還是一個政治洗腦集中型呢 這個時候我們稍微要去廣告 讓大家先思考一下 待會回來我們繼續探討今次的問題 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現場電話發表意見 650-808-8000 回到第三節的總編輯時間 其實我們這兩節都說了非常多 關於今次的重槍事件 都想問兩種 其實香港的教育制度出現了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甚至乎美國也好 其實對於這個教育來說 在讀書方面是少講政治的 專注在學術方面的教育等等 要講到政治 可能去到大學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一些政治課 或者選擇一些和政治有關的 例如法學系等等 但香港來說 好像這幾年 特別是發生這段時間之後 學校好像都開始用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 灌輸給很多學生 甚至乎一些 可能十二三四歲 初中生小學生 剛剛畢業那些 可能還是很幼稚未成熟的小學生 情況去教他們 你怎樣看現在這個情況 香港教育的問題 我自己在香港大學畢業之後 我是做老師 以前我也說過 未入大學我已經去做老師 我也是香港登記註冊的教師 也是曾經在香港教學的時候 是教協的會員 所以學校裏面是怎樣 課堂裏面是怎樣 在我的年代來說 我可以說我是熟知的 但是現在的香港的中小學是怎樣 我是完全不知道 我們以前教書的時候 講的不是 不會講政治 但是有一樣是沒有變的 我相信 就是教師對於學生來說 是有權威的 而且學生不單止在課室裏面 是一個不平等地位裏面 他們是會容易去信老師說的話 因為他就是老師 他就是給我們懂事 我們來就是要聽他教我們 所以當老師有一個這樣特殊的地位 其實都包括在教會裏面 都是類似的 你對於你的學生 對於你的信眾 都是有一種特殊的權威地位 所以我們做教師應該很小心 你今天知道自己有一種特殊的權威的話 對於你這班天真相對無知的學生 你要是教他知識 教他做人一些應有的道德規範的時候 你教一些什麼東西給他很重要 如果你今天在課堂裏面走出來的學生 是會充滿仇恨而去襲擊一個人 襲擊一個警察 而完全認為是對的 是做得下手的 那我就會問 在課室裏面的教育 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不要看中學生 或者其他我見到很多年幼的 有些十二三歲 可能還是小學生 他們出來暴動一下 這些學生很有問題 學生當然是有問題 但回到後我要說的是 老師的問題更加大 校長的問題更加大 因為這些學生 是他們這樣教出來 我們今天看到一些大學裏面 那些大學生 怎麼會這樣 好像在我母校中大裏面 現在有人叫他們做暴大 暴動的暴 你說暴徒的暴也可以 因為我看網上有些片 的人拍照出來 現在中大真的很不像 全地都是圖鴉 這些政治標語口號 好像被暴徒佔據了一樣 好像校長都被他們抓了出來 所以今天的問題 除了學生 我看到那些衝上街 把武器裝備 去破壞工物 去襲擊他人 襲擊逃人 襲擊警察 襲擊公共設施 這些年輕學生 是一個問題 但背後教育他們的老師 他們的校長 問題也很大 因為可能二十幾年來 香港回歸 這些老師 本來就是這些學生 他只不過現在換了身份 他變成老師 所以是形成一代一代 已經不是現在在街上看到我 我們已經是所謂的開花結果 他們的老師已經是受這樣的思想洗禮 然後可能去更大一代 他們的老師也是這樣去洗禮 他們的腦 教育他們的歪理 所以香港的問題是很深 因為整個教育體制裡 管理課程現在也不太有用 有些人說 沒錯我們也要做 國民教育 中國歷史也要拿出來 也要 但很大的問題就是 這些私教者 本身都是充滿了一種政治看法 而且是一心一意 要把自己的政治看法 教給學生 甚至去課堂裡面 美化暴力 有個朋友告訴我 我們在網上的群組裡面 經過一間學校 在九龍一學校的時候 不是在校外有些學生人在喊口號 而是聽到在課室班房裡喊口號 喊政治口號 喊到很大聲 你想想 班房裡喊 一個老師應該在那裡 是不是那個老師 帶著他們喊這些口號 所以我剛才說 今天我們的學校 是否都是被政治入侵不得止 還要不斷在裡面 加強學生這種政治仇恨 將這種政治偏見灌輸給他們 所以我們也要問回 今天的香港政府教育局 教育的官員 你對這些情況 你是無動於衷 不關我的事 我最好不要理 我一理 我一突出頭出來 就被人打氣了 哎呀也不要出聲了 過月鬥回我那幾十萬人工就算了 是不是這樣 現在現實就是這樣 我看不到香港政府 有任何作為在教育裡面 現在很多青年都被毒害 有些一心一意 相信老師他們會出去暴動 但有些會猶豫 像上次我說 掩眼我 我把照片 有兩個學生都不掩眼 這些學生受的壓力其實很大 我相信他們是很慘的 因為四維學生 青年人就是一種群體的壓力 你又去我又去 我教你去你不去 你不去你是不是很壞 你不是什麼 那可能我們就要跟隨 最多走後一點 我們很不想去的 可能又被人欲罵 或者被人杯葛 被人欺凌 這些問題這麼嚴重 在校裡發生的時候 我們香港的教育部門 有沒有去管呢 我們以前做教師的時候 很害怕教育局的官員 因為我們會來巡堂 一年總有一次 或者兩年都會有一次 教育局的官員坐在那裡 看著老師上課 你教學得對不對 會打個分 有個報告 我們都很害怕 今天對於課堂裡面 變成為政治洗腦型的時候 香港的教育官員在做什麼呢 有沒有去阻止我們同學的身心靈 現在到身體都受傷害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呢 或者我們是不是現在的時間 休息一間回來 我就想大家看一下中大 我母校中大校長 剛剛一段經歷 想給大家看一下 去廣告 最後回來我們繼續總編輯時間 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心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現場電話發表意見 650-808-8000 回到你十點前的總編輯時間 梁總準備了一段 關於中大校長 即你母校發生的事情 我先講一些事情 我們今天看到這些學生 上到街做了暴徒 已經是個結果 所以現在要捉緊的就是 究竟我們的中學裡面 是教了什麼 在課堂裡面 老師是講了什麼 這個一定要關注 要高度的關注 因為這些中學生 他們今天已經是這樣 去過一兩年 他們變成了大學生 而今天的大學生 也是昔日的中學生 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中大或者其他的大學 變成了暴大 暴動大學 我們不要覺得驚訝 我們知道是一條生產鏈來的 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 正是源源不絕地生產一批又一批 一代又一代 去破壞社會安寧 破壞社會秩序 目無法紀的這些年輕人 正在生產一代一代的年輕人出來 這些年輕人的道德是非官 已經被摧毀了 他們相信自己的一套 是非官 任何人不同意他們的 是非觀念 或者他們的一種說法 的時候 他們都會使用暴力去制止你 去滅絕你 這種是恐怖的 在口喊著我們要爭取自由 爭取民主的時候 但是這些人 這些走到最前線的 可以說是 有人叫做爛頭卒 走到最前線的這批年輕人 他們卻是完全沒有一種民主 尊重他人自由的觀念 意識是沒有的 因為只要你不認同他們 他們就會襲擊你 就會去制止你 他們發言的機會 不讓你跟他們不同意見 這種是極度專制的 是恐怖的 如果你說我只是跟你對罵 你說觀點的交鋒 你說多激烈都可以 但是現在不是 他們用到手段 用到行動 去制止你 不讓你繼續說 或者要求你 一定要按他們的做法來說 這種其實是一種恐怖主義 當你要用到行動 要去威脅別人 一定要接受 跟著你的思想而走的話 是完全是一種專制恐怖主義 好像這些學生 今天出現這種情況 老師有責任 因為他們自己沒有是非官 不敢說是非 當你學生犯錯的時候 你不敢指證 同學 你這樣錯了 這事情應該是這樣的 或者這個事情應該是這樣的 或者你應該要多看這些資料 或者多看這些不同 我們今天不去教學生 而是閃閃叔叔叔 有些人把自己有偏見的 教給學生 有些不是這樣 都為了要獨善其身 不敢說話 包括我們的中大校長 那些學生要逼他出來譴責警察 他開始不想出來 那些學生要鑿他的門 衝擊他的辦公室 於是他出來了 坐在一個大課堂裡面 跟學生對話 那些學生呢 就不斷地指責他 那些同學我很明白的 其實他們現在已經在一種情緒 在宗教式的情緒裡面 活在自己的思維邏輯裡面 跟這個現實世界 一種平衡世界 脫了自己 他們認為自己在裡面 所以有同學 跟校長對話的時候 我看了一些片段中間 同學說得很激動 現在中大的同學 會被警察開槍射殺的時候 校長你現在都不出聲嗎 幻想世界裡面說話 校長回答是怎樣 他依然是閃叔 我譴責暴力 他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為什麼不告訴同學 你這樣說是不對的 或者你這樣說 有什麼的缺陷 你這樣說 他不敢正面的 跟同學說 是不對的 他只是閃叔 閃叔地說 我譴責所有的暴力 意思就是 避一避警察 我又不說警察不對 但是好像 暗示我也有譴責警察 但是我又譴責報道 走這些 我可以這樣說 是沒有用的 在大是大非面前 對就對 錯就錯 你要有承擔就有校長 好了 在閃叔的時候 那些學生當然不滿意 不滿意 最後是怎樣呢 大家看看這段影片 然後我們同事可以播出來 看看這些學生對他們的回應不滿意的時候 做些什麼 我們先看看影片 就是 跳上桌 這個對話會的時候 這些同學是 跳上桌那裡 現在看到沒有 看到了 牆出來了 撒溪錢 用溪錢扔去 跳上校長的桌上 然後用溪錢扔去 校長很憤怒 看得出來 很憤怒 直看他 很憤怒 看著他 所以我今天說的是 校長的憤怒 我是明白的 但是我也想 段校長在你這個 憤怒之前 你想想想 你之前 你之前 為何還在這些 學生的歪理面前 你選擇想去退縮 選擇想走一個模糊空間 今天就是香港社會裡面 對於這些歪理暴行 我們太多人在這裡閃縮了 對於學校 今天這樣去教育我們的學生 教壞我們的子女 我們閃閃縮縮縮 不想理不想看 我覺得今天 已經到了一個 我們要正視問題 如果我們還想救香港的話 你必須去正視 這個時候我們稍微要去廣告 在新聞簡報之後回來 我們看看 究竟香港的局勢 有甚麼辦法可以制止 還有有甚麼可以改善 回來十點鐘的總編輯時間 其實說到香港現在的情況 越影越烈 每個星期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新的 和一些不太好的情況出現 終於到了很多流血的地步 兩種相關 其實香港有很多法例可以用 緊急法 還有一個一直都應該有 但未有的法例 就是這個蒙面法 例如很多西方國家 加拿大一定有這個蒙面法 例如在示威遊行的時候 是不可以蒙面去參加一些 示威遊行集會的 但香港是沒有這種法例 其實現在是否最好的時間 還是已經太遲 推出這個蒙面法 兩種可否和大家分析 沒有太遲 蒙面法本身已經在香港 講了一段時間 但在佔中的時候 已經有人提出這件事 沒有被理會 沒有被處理 今天早上收到一個舊同學 我自己的舊同學 傳了一張圖給我 現在同事可以播一播這張圖 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同學傳給我的 究竟哪些國家 現在是有禁止蒙面的 在示威場合裏面 有很多 如果掌揚圖一直讀下來 有美國 意大利 德國 挪威 丹麥 奧地利 瑞典 加拿大 西班牙 比利時 法國 烏克蘭 荷蘭 一大堆國家 都是有實施 實施禁蒙面法 美國是最早的 兩種 1845年 美國是先驅來過 在這方面 所以這些大部分 讀的 我們都說 是歐美先進民主國家 當這些國家 都是有這樣的法例的時候 香港仍然有一些 靠聯中搵食的政客 仍然在說 憂慮一樣 我一樣 然後要反對 而最難理解的 特區政府 也在為首為美 不推 怎麼推 聽到有一個論調 就在說 這樣不好 你禁他們蒙面 他們可能更加激進 這種邏輯很荒謬 我們今天去打劫 是不是刑事罪行 是不是會被檢控 是不是會判坐牢 如果你說 今天我們不要這樣做 因為如果我們去搶劫 判去坐牢的話 可能更多人出來搶劫 我們不如不要了 都是搶劫 我們不要定為刑事犯罪 是不是可以這樣 因為為什麼 那些人要蒙著面出來 蒙面就是要隱藏身份 隱藏身份是因為 準備跟著做一些 不想被人認出是我做的事 是準備要去犯法 好像這些 我上次說 這些是蒙面超人 蒙了面就自動變成超人 就覺得自己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沒有任何後果 我們今天看到這些蒙面暴徒 去襲擊警察 已經是到了一個 極端暴力的 不僅手持硬物武器 尖銳的武器 去襲擊警察 還會放火 扔汽油彈 剛剛我們有看到 有沒有想過 扔中燒警察的話 是會死人的 當你用這些棍棒 硬物磚頭 豬巴拿 猴鉗 隨仔去襲擊警察的時候 是會打死人的 這是一種 會造成生命危險的動作 再加上不僅是這樣 現在還用腐蝕性液體 我們看到有些警員 身體大面積被這些腐蝕性液體 是灼傷 燒傷 還要做換皮手術 這些暴徒 無所不用其極 用一些會致命殺傷他人身體的 這些武器 這些工具去襲擊人的時候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會逃脫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不會受刑法 我記得好幾年前 佔中前後的一兩年 我回去觀察這些集會的時候 當時這些主辦的單位 就不斷灌輸 在大台在喊咪 說一件事就是 香港警察抓不完我們 警察只有多少萬人 我們有多少人 只要我們多人就可以了 抓不完的 意思就是說 已經在不斷灌輸一種歪理 我們做什麼都可以 只要我們人多就可以了 隱藏在人群裡面 所以這些國家 為什麼要實施這麼蒙面化呢 因為當你戴了面具的時候 你要準備去犯法 第二就是當你犯了法的時候 你可以去抵賴 你拍到的不是我 你都沒有我的樣子出來 你看不到我 可以去逃避這個刑事責任 所以蒙面法本身就是一種 制止暴亂 阻止這些人去犯法的一種法例 而且是很溫和的法例 我不是要你做一些 異常艱難的行為 我不是要求你去做些什麼 我只是不讓你去戴著口罩 你出來你仍然可以去集會示威 你仍然可以去表達 你怎樣罵政府也好 或者你罵共產黨也好 你什麼都可以 照樣你可以去集會 你可以去表達 喊叫你的口號 有意義無意義都好 你都可以做 我只是不准你去戴著口罩 因為你戴著口罩 我們現在有事實看得到 這些人戴著口罩之後 可以是變得多麼恐怖 多麼不負責任 所以如果他們不戴口罩 仍然去犯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抓到的時候 就更加容易檢控他們 更加容易追究他們 為什麼我們不做這些事情呢 為了其他所有市民的安全 為了要保護社會的秩序 特區政府為什麼不做這些事情呢 第一就是怕 如果你害怕這些暴徒的話 那你以為政府不用做事了 有同學跟我說 香港生活的同學跟我說 現在香港很慘 好像是有政府底下的無政府狀態 有政府底下的無政府狀態 你看我們的政府官員 面對這些已經是極端暴力的暴徒的時候 就說我很怕做些事情令到他們更加生氣 他們更加激動的時候 就更加慘了 我們說的是止暴制亂 在這個大前提 很多市民都期盼能夠實現的 就是我們回復平靜的時候 但有幫政府官員竟然說 我們不要激怒那些暴徒 為何會這麼古怪呢 只有兩個原因 一是他們真的懦弱 第二 可能他們也認同這些暴力 所以今天香港的問題是很複雜 而且那個盆根挫折在裡面 所懷的 不只是你看到衝上街打警察的這些暴徒 它所懶所懷的 是懶在很多我們的制度機構裡面 懶在我們的公務員裡面 懶在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學校 懶在我們的大學裡面 因為很多擁有權力 擁有位置、擁有身份 擁有這個社會裡面 是要說的是非 要維持社會 會穩定秩序的人 不夠膽 或者沒有做好他們的責任 這個時間我們稍微去廣告 專門回來做一個總結 總結束時間 亦都想問兩種 其實剛剛十二日國慶 我們平時往年的節目都會說說國慶 比如中國的發展 但今年真的因為香港的事情令大家很憂心 就說了很多香港發生的事情 但其實在這個國慶當中 香港亦都發生了很多反國慶事件 都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香港現在的反中國情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國慶的閱兵巡遊 還有那個晚會 我自己都看了差不多八九成 那個場面 大家可以再上去重溫去感受一下 我想說今天我們作為中國人 究竟什麼叫做中國人呢 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怎樣的呢 很有趣 今天我們有很多拿著不同國籍護照的人 我們叫做海外華僑 包括喬包 有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十四億的中國人 包括香港、台灣 但對於中國人怎樣去理解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可以從文化、民族、歷史的根源 一個認同 你在國籍護照方面是另一種認同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中華民族這幾千年的歷史裏面 就知道我們之所以有一種這麼強的民族認同或者凝聚力 不是在於我們那個對政治國籍的認同 美國的認同和中國人的認同是不一樣的 現代很多國家 譬如英國人也有深厚歷史根底的國家 是不同的 所以是一個文化凝聚力的國家 或是一個用國籍領土凝聚的國家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身份民族認同的時候 是另一個課題 而中國人從來的認同 都是一個文化根源的認同 所以我們看看我們由姚春 先秦五代十國 秦漢 唐宋元明清 以至中華民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的國名 我們的政府 皇帝 制度 都經歷過很多的轉變 但是在這幾千年的轉變裏面 我們沒有變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都說這是我們中國的歷史 這是我們根源 我們是炎黃子孫 所以我們今天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是對這種的文化 對我們民族的根的認同 這個力量是很大 是超乎的大 就好像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有很強的生命力 他們忘了國 忘了國很久 但是他仍然能夠恢復國家領土 而且他自己的文化沒有丟失 就是因為他們的認同 不是在一個國名那裡 而是在他們的歷史文化根源那裡 所以今天我們講一下中國人 為什麼我們講一下中國人的熱血 是在這裡 看看現在香港在十一暴亂裡面 這群的人 或者香港這群的政客 想去剝奪的就是這種的身份認同 雖然他們是站在中國的土地上 但是要去侮辱中國人的身份 寫資難人有 他這次在十一裡面 大肆地去破壞這些的 所謂中資的商店 銷毀國旗這些 他們用盡一種暴力的手法 要去侮辱中國人這種身份的認同 我很想問的就是 這些的暴徒這些的政客 當我們去發動 當我們煽動這些東西 當我們去衝擊這些破壞 要跟自己的民族文化設計的時候 之後你得到什麼東西 你還剩下什麼東西 當一個人沒有了一種身份認同之後 他變成一種什麼 游魂野鬼 我說了 這個世界上 認同的 你可以說 像中國人這種 用民族文化歷史的認同 有一種國族的認同 一種是用國籍的認同 美國移民社會 總之你跟著這個國家的制度 你宣誓你就是這個國民 你就是這個國家 這些國籍的認同 但是香港人 今天有一批激進編執 而且是極度專制 暴力 用恐怖主義 要去破壞香港人 你要割裂 你說我不是中國人 之後你是什麼人 我們還要把這種意識教育 我們的下一代 在學課堂裡面 一代一代現在正在教 那這班人將來長大 會是一班什麼人 是一班沒有民族 國家歷史背景 沒有了根的 一班可憐人 也會是一班失敗者 也肯定是一班失敗者 因為你能夠做些什麼 我不知道 你活在香港又不是 你又不能夠認同 你自己是中國人 你又要從中國的歷史 你又要間開 但是你的語言 生活習慣又是一個中國人 是不是很扭曲很畸形 很變態很矛盾 然後你說我不行 我舉英國旗 舉美國旗 那你就去做英國人 美國人 但是為什麼你又要留在香港 有人不認同你這樣 我們不想這樣 那時候你就去摘爛你的店 打他 不讓他們說話 破壞他們 不讓他們上課 好像今天看到的影片也是 逐個班房去查 不讓人上課 不讓人上課 不讓人上班 不讓人坐地鐵 那你這班將來 你能夠搞多久呢 現在二十兩歲 三十歲 四十五十歲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政治飯吃 現在有些人做到政治飯吃 用政府資源 出現高薪厚 有人又要去競選 又想吃政治飯 少數人吃到 大部分人 九十九點九的都吃不到政治飯 那這班人 將來還怎樣生活 怎樣自處 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的民族身份認同的時候 又跟這個社會格格不入 覺得這個社會不屬於我的時候 會怎樣呢 大家看看美國的非裔 美國非裔社區 那麼大問題是在於什麼 他們是被強老過來的奴隸 沒有了自己文化根源的認同 而美國社會是對他們不住 他們覺得 那時候這個社會又不能公平 這個社會又不是我的社會 就認成這樣 你想香港這班年輕人跟著一代 想怎樣下去呢 而這班肯定將來是失敗者的人 今天居然能夠綁架那些所謂精英的人 要聽他們說 而這班精英居然對他們是一無 完全沒有辦法 手足無措 那這些精英是否比他們更加的失敗呢 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講講 在十月十九號 將會有我們一個很特別的講座 會請到我們資深的時事評論員 韓仁先生 以及我們傳媒人 汪倫大哥 兩位是做一個講座 加上梁仲做一個主持 是 十月十九號 下午三點到五點鐘 就在我們Daily City的明遠酒家那裡 大家可以打電話來報名 座位休閒 我們希望容納越多的人越好 大家打電話來報名 我們記錄一下 650-808-48 650-808-8888 今天的節目時間到尾聲 多謝梁總 多謝大家 以上節目發表的言論 純屬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星島中文電台的立場